今天支点和大家一起积极可能是美国史上最冷口的总统 拜登 这位总统先生去年才挑衅了中国领导人 今年又来爆粗肉骂俄罗斯领导人 拜登近年屡次立火头 认真支持 等小编和大家回带这件事的起因 话说美国总统拜登近日在三藩市一次非公开选举活动中 公然用粗言为语问候普京 原句是这样说的 我们有疯狂的SOB 例如普京和其他人 我们总是不得不担心核冲突 小编知道一定会有网友留言问SOB究竟是什么意思 不过由于这个词汇实在太粗皮了 小编就怕翻译完整条片都出不了街 所以麻烦各位网友自行上网翻译 对于拜登这番粗鲁无礼的言论 有记者特意访问俄罗斯总统普京 他不但没有黑面 反而面露微笑 又在镜头前舔了两次嘴唇 又望向地面 看似强忍着不笑出声 普京笑言 单凭拜登这番言论 相信他的看法绝对正确 拜登连任美国总统对俄罗斯来说是比较有利的 的确 若不是早知道拜登的总统身份 小编还以为是哪位街头运运气急败坏 在爆粗骂界 反观普京的回应就相当大方得体 单从风度来说拜登真是输足普京九条街 至于克里姆林工发言人佩斯科夫 则回应指 美国人民因为拜登的粗鲁言论感到羞耻 又形容拜登是为了讨好国内政治和利益集团 才表现出荷里活牛仔风格的行为 堂堂美国总统居然用这些粗鲁言 欲骂另一大国元首 这不单是美国的耻辱 同时亦反映出拜登似乎出现思维混乱 这个或是某些病情的先兆 我们都是祝福拜登身体健康吧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报频道 按下这个小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